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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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小姐 小姐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小姐 小姐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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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长 越长越漂亮了 作词 李宗盛 这不是刚刚刚 这不是刚刚看到你高兴的 这不是刚刚看到你高兴的 再说了 我刚刚从楼上跑下来 当然脸有点红了 我又晕了 娘 是啊 你娘的病都是因为想念你而引起的 你是她的新药 你一回来她的病 当然就好一半了 是啊 真的吗 是啊 那当然了 娘 来 喝点粥 娘 算是说您是心眼过肾 欲气成病 但但夫都得有个说法吧 到底是什么病啊 呃 不就是头晕哪 胸闷哪 胃也痛 那到底是头有病 还是胃有病啊 嗯 头 呃 都有 都有啊 哎呀 那可不得了了 娘 你得跟我回英国去 啊 到英国去啊 去英国干什么 我知道您是什么病了 我在英国听舅妈说过这病 这病啊 哎呀 这病叫更年期 啊 这病啊 中国大夫治不好的 周杨大夫有特效药 舅妈就医好了 咱们快走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哎呀 你别胡说八道的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 哎呀 事不宜迟 你再这样拖下去 就会变得疑神疑鬼 古力古怪 神经兮兮的 那爹受不了的话 万一找个小妾回来 哎呀 不行不行 我叫福伯去订船票 我们现在就走 哎哎 你站住 哎呀 我跟你说 我没病 娘 你有病 得赶快去治 我真的没病 您真的有病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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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像有病吗 没病 娘 接招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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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没想到 从小教你那点武功 还真没荒废啊 娘 你干嘛装病骗我 我不是也在你面前 露了马脚吗 咱俩算扯平了啊 骗我回来什么原因啊 快说 告诉你啊 你那个老古板的爹呀 给你找了一个合适的人家 你要干什么 小姐 爹 你让我半途辞学回来 就是要我相亲嫁人吗 那当初何必花大把的银子 让我去又过刘洋呢 我是让你去看看洋人的教养 观摩一下洋人的礼节 学学怎么做一个一世一家的淑女 没想到这三年你算是白学了 谁不知道我们中国女人三从四德 她好丈夫的学问可比洋人深刻多了 何必射精秋远流洋去呢 爹 我们要学的是西洋人进步的知识 崭新的科技 开化的思想和广阔的视野 也学洋人 母孙长五轮不分 我说一句你顶十句 哎呦 你这个老古板 真是的 女儿才回来 你好好说不行啊 啊 来来来 你不要老白老爷的架子 有话好好说让他心服口服嘛 哎呀 行了 沐雪啊 你听我说 一个女儿架再有思想见识 也抵不过终身有个好依靠 你懂不懂啊 我自理自强 不嫁人死不了 你 沛云 你也不成全 我说了他也不会听 我就不说了 你 哎 老古板 哎呦 你动什么气啊 有什么话我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别动气 哎呀 还愣着干什么 快把东西搬上去啊 去啊 哎 好 老爷 傻丫头 人都回来了 怎么样也要去看看是什么人哪 就算你要拒绝人家 也要有个理由嘛 哎呀 杀头也要给人个罪名呢 哼 我还听说啊 那个魏景荣也是个刘过阳的时代青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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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擦擦手 怎么了 我呀今天去跟一个女人打架了 我以为啊你只会跟女人打气骂俏 什么时候也学会跟女人打架了 你不知道 我今天要碰到一个女人 非常的特别 说她凶嘛 倒也不 她呀 就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 不 玫瑰花太俗眼 她有一种天生的贵气 说她是空谷幽兰吧 又不足以形容她的 浓香扑鼻 雁光照人 说她是 薔薇花吧 又欠了一股增辣劲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 脱江野马 我想她不太适合用花来形容吧 嗯 对 她不像花朵那么脆弱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 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女人 有她这种眼光 那么的惊心动魄 那么叫人无所适从 所以就引起你这大情圣的好奇心 跟征服于人 啊 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神 我在您面前真的是无所遁形 这样我会怕你的 你要是真这么怕我 就不会什么话都跟我说了 就是因为怕你 我才什么都告诉你啊 这叫做自首无罪 要是你知道了我还没有告诉你 就得先挨三十大板了 哎呀 你干嘛打我呀 你呀跟大圣钱庄小姐相亲的事 什么时候再跟我说呀 也知道的嘛 我这么做是为了得到 大圣钱庄的彩礼支持 瞧 英国最新型的怀表 哎 你口袋里还有多少条 像这样的怀表 要送给别的姑娘啊 哎呀 我发誓就这么一条 整两手很难买的 我是托汤姆斯带来的 这么珍贵的东西 送给我干嘛 因为我要把永恒送给你 万物有生有灭 唯有时间是永恒不灭的 你听听看 这滴滴答答的生命 不管越远越缺 它都不会改变的 这表是上发条的 不上它就不动 那算什么永恒啊 所以啊 你要天天上井发条 不过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永恒 握在手里 我们之间有什么永恒可言 我们之间的永恒 是永远不变的情谊 我也想去 好 为什么 你 evident意 还是收到我的状吧 解 нут 我要 iba 是 你 好 我 是 过瘾 过瘾 少爷 小辈子 快来追我 少爷别玩了 少爷 少爷等等我 小辈子 少爷 别玩了 你这下来还贵吗 少爷 小心 别打 少爷太棒了 没吓着你们吧 白玩啊 少爷 别玩了 我的小土豆 你看你没伤在哪吧 废话 怎么样 我的烽火鞋啊 厉害吧 来换上 少爷 要是让二爷看见这双烽火鞋 非气得他冒烟不可 很熟啊 不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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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你打什么招呼吗 嘿 我是觉得他们身上香水味 有香水 这不是在湖州 不要随便跟人打招呼 你知不知道 不 走啦 近思猫 卖西洋镜 最新的西洋镜 一镜在手 哇 哇 哇 你想吓死我 怎么了 少爷 你看远点 想看什么就有什么 知道了 说 你们家小姐是谁 说 说 你到底说说 我会告诉你的 说 你们家小姐是谁 说 少爷 少爷 你干什么去啊 你给他看的什么呀 少爷等等我 你到底说说 你们这叫什么事情啊 这是什么年头啊 狗咬人都没人管的 哪有狗啊少爷 这不是吗 帮羊人跑腿 那就狗腿子 那就狗奴才 比奴才都不如 臭小子 你的身手最好 要比你的嘴巴刷得好 至少能打打狗嘛 好 小心 不过孩子 打狗腿不是打狗头 别急 人家的 原来你不仅会放狗咬人 你还挺闻我的家的嘛 别害怕 别害怕 我保护你啊 保护姑娘先走 没问题 没问题 少爷她跑了 别害怕 别害怕 老是厉害 产生 不是厉害 是厉害 怎么能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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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啦 老夫人 老夫人出事啦 锦儿姐姐 少爷出事啦 我得赶紧去告诉老夫人 老夫人刚哼完要睡下 别去打扰她 少爷又出了什么事 赶紧拿点田区打发了吧 要是能拿钱打发就好了 这次他打的是一个假洋鬼子 被抓紧洋人官厅了 不是咱们的官府啊 出了人命了吗 那倒没有 他打的是谁呀 伤得重不重 那个当主子的倒是没事 可是两个手下都鼻青脸肿了 恐怕得躺个两天三天的呢 先别去打扰老夫人了 那 锦儿姐姐 六 三天的又 Friday 二爷不好了 爷 少爷被抓到洋人官厅去了 黑龙 international 反对我跟洋人打交道 也阻止我跟洋人做生意 这下好了 咱们家的小祖宗啊 这下可犯在洋人手里了 你们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可是洋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知道二爷在上海 教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也不见得有办法 人家洋人干嘛平白无辜给我面子 人家洋人又干嘛 要吃这场亏呢 听说二爷在上海的朋友 都是醉拔家的人物 简直可以呼风唤雨 撒斗成冰 我跟老夫人说过这件事情 老夫人还直夸您有天大的能耐呢 好个锦儿 你个丫头骗子 我如果救不出家洋 你们该说二爷我没本事了是不是 竟然不是这个意思 去去去去去 还站着干嘛 少爷要是晚上不回来 老夫人会起疑心的 这会儿又用老夫人来压我 谁不知道你锦儿丫头是老夫人的红人 她事事都听你的摆布 你想个办法让老夫人放心啊 真是奇怪啊 这什么时候 葛家开始由丫头发号施令了 这你是奴才 还是我是奴才啊 小职的事 杜兄 您就多费心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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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人我是不太熟啊 我的准女婿她是有点办法的 令职的事就交给我办吧 那她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像她这么一个小土霸王 不知道天高地厚 应该给她点教训 让她在里头多吃点苦 好不容易把她救出来了 以后啊 她才知道赶你的恩哪 杜兄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 咱们谈正事吧 你我联合起来做丝绸生意 一定要同心同德 这样才能赚到洋人的钱啊 那是自然 我的生意全是杜兄您的关照 要不然我顶多只能把丝 卖给制造衙门 那是我哥留下来的产业 我可不想一辈子 顶着他的天过日子 所以说呢 杜兄 您就好比是我的再生兄长啊 这件事我会亲自去谈的 保证是加倍的利润 你能给我多少货 七千包行不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领职的事就交给我了 好 杜兄 您请 嗯 老夫人 一会儿您先睡吧 少爷跟二爷出去应酬了 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可这孩子一向不喜欢商场应酬啊 芭城啊 又是找个理由出去玩去了 真是这样 他哪次不回来给您请安呀 是啊 要不就是出事了 就算进了官府啊 那我当天就也要把他救出来 不允许他在外面过夜 就怕他在别人的地头上胡闹 闹出了乱子 老夫人 你想太多了 您先睡吧 我等少爷 等少爷回来了 我再叫醒您 好不好 啊 啊 你笑了愛 海淫好共和 你笑了愛 海淫好共和 你笑了愛 海淫好共和 二爺 怎麼還沒把少爺弄回來 要是明天老夫人問起來 那可怎麼辦 怎麼辦呀 不行 我應該去找二爺問個清楚 我算來算去 怎麼算都只有四千包的四 所以說你無論如何都得給我載進三千包來 二爺 這幾年的虧損還沒補上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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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再去給我借錢 也得給我進這三千包的私來 還有 把家裡給執造衙門的那一千五百包私的貨單 都給我拿來 好 少爺 這上海的棺材可真不是東西 逮了人不算 還要打人 幸虧老夫人眼睛不好 要不然問起來 那可怎麼解釋啊 小丐子 你說這世界上什麼東西最可惡啊 我知道 假洋鬼子 對 假洋鬼子就給千刀萬寡 千刀萬寡 假洋鬼子就給挫骨洋灰 挫骨洋灰 唉 錦兒姐姐 你怎麼在這兒啊 錦兒姐姐 錦兒姐姐 你怎麼在這兒啊 小丐子 少爺呢 啊 在這兒呢 少爺 少爺 你看你 跑哪兒去了 快急死我了 怎麼弄成這樣 二爺不是找人求情去了嗎 怎麼到現在才回來 別提了 我夜沒回來 奶奶沒事吧 來來來 你先去梳洗一下 換件衣服再去見老夫人 就說 就說你昨晚上喝醉了 回來以後就躺下了 知道了嗎 一會老夫人就要起床了 我 我的好錦兒 我就知道你會幫著我 你放心 奶奶 交給我 我聽說湖州第一美人到上海了 那個說話的 到我跟前來 啊 奶奶 你看我不拎下你這張油嘴 怎麼了 沒事 我嚇唬你的 過來 真的沒有事啊 奶奶 我叫你過來 我叫你過來 你受傷了 這還破了瓶 昨晚上上哪兒去了 是不是又和人打架鬧事了 沒有沒有沒有啊 我昨晚跟叔叔應酬到半夜 喝的太多 回來就躺下了 所以一早就來給你請安了 是啊 那個 錦兒姐姐看到我們回來的 少爺不會騙您的 你問問她就知道了 是啊 是啊 老夫人 我問你 這傷是打哪兒來的 我是喝醉了 不小心跌倒的嗎 跌倒 能跌在嘴角上啊 奶奶是眼睛花了 我還沒傻呢 老夫人 其實少爺他不是爹的 是撞的 她昏頭昏腦的 一股脑就撞到了伏梯的靶頭上 還好沒有滾下樓 就算是福氣了 靜兒 你也犯糊塗了信她的鬼話 我 這眼角上有塊青 不同邊的嘴角上一塊青 難道他爹兩次啊 是嗎 我來看看啊 來來來 讓我看看 來過來 來這邊亮一點的地方看啊 哎呀 少爺 這怎麼那麼髒呢 你是怎麼洗臉的 老夫人 你看 她哪有什麼傷啊 這是塊髒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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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沒事 沒事 沒事啦 看你都多大了 連臉都洗不乾淨 我看呢 該給你娶房媳婦啦 奶奶 你別找人管我 用他們兩個盯著我 你夠煩啦 奶奶嫌我臉洗不乾淨啊 我就再去洗三遍 奶奶待會兒見 走了啊 還跟個孩子似的 一日子啊 嘛呢 兩下個爹 Diet 像我 fund的天下 ás new您讓你有接受 過長得泪 量也得著背齊 快到水了 你先跑回來 BUT 你别再这样淘气了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好锦儿 聪明锦儿 我可爱死你了 你都多大年纪了 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叫人看见了 说我们可加 没礼教 没规矩 礼教又没说 不准兄弟姐妹闹着玩 我又不是你的姐妹 可我从没把你当奴才丫头 我当你自己人嘛 所以呢 我真罢不得你永远别长大 你长大了就要嫁人 你一嫁人 谁来跟我一大一唱的红奶奶开心啊 我才不会嫁人呢 我要守着老夫人到百年 百年之后呢 不是还要嫁人 不过你放心 你得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 我说什么 我说正经的嘛 我给你找一个 有才有势 人品端正 让你三眉六聘 大红花轿 打大门进去 当个正房奶奶 你就相信我是正经拿你 当亲妹妹爱呢 我才不用你操这个心呢 我宁可削了头发 当骨子去 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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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女大十八变 行无常起来了 我哪有说错了嘛 笑笑 好笑吗 走啦 使劲 穿着衣服就是要使劲勒紧一点 不行了 小姐 没劲了 你就当对的那个假洋鬼子 好 一二三 好了好了 挺住 来 把它扣好 好 你这个言玩意儿 差点把我勒断气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都使用这卷头发了 可漂亮了 小月琪 帮忙 我不要她 太棒了 夫人 冒烟了 真的 看了吗 你看 卷了 烫出来真挺好的 这头发烫出来 在舞会上可好看了 好看的我都认不出来了 这人真漂亮 小你们把我打扮成这个样 待会让你爹那个老狗板看见了 废气混了不可 不会的 真漂亮 看家洋人的酒会都要穿的这么隆重的 真的 好漂亮 这个 好看 这行吗 行 娘娘娘 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 好嘞 走了 沐雪 你的包 挺重的 什么东西 别动人家东西 这叫隐私权 什么权 外国人打的 改天我跟他过过招 是 好了 别看了 都是胭脂花粉的 走吧 小心点 我不习惯这鞋 慢点走 呀 震灵 是啊 ش 洗澡 去年級 這一天 謝謝 你好 你好 好 謝謝 謝謝 喔 嗨 啊 怎么现在还没到 早该到了 姨父 来了 请 我说你怎么穿这么件怪衣服 你这是从哪弄来的 这个你得问咱们的宝贝女儿 是她把我打扮成这样的 快走吧 走吧 你这死路头早该带我来了 嗨 贝源 威廉先生 杜老爷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外甥萧培源 这是我的外甥萧培源 你好 我叫魏锦荣 你也可以叫我威廉 久仰 久仰 萧公子看起来 好像有点面俗啊 您真是贵人多妄事啊 俗话说得好 不是冤家不具头 姨父 您真是天纵英明 给沐雪挑了个好女婿啊 说的什么跟什么呀 真是疯疯癫癫癫的 威廉先生 见笑了 培源是有那么点 我安事不恭 不过他办起这件事啊 倒是挺精明的 为什么黑暗之中充满期待 为什么黑暗之中充满期待 我的无奈 忘不了 爱只剩下 手心里的问洞 才知道 幸福只是短暂的幻影 我走在 迷雾花园里 寻找爱 走过的记忆 半清醒 半异醉 来去的痕迹 梦醒 突然发现 一座故事原来自己 一颗星途留下 错误的相遇 落花永远 跟谁太无情 永远相遇 早晨都分离 今生永远 转转到天宇 最爱的人 你在哪里 作画永远 留谁太无情 最爱的人 你在哪里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